落成的那天 县长黄敬峰亲临剪彩 他们兴高采烈 在歌在舞 为他们的新居 为他们的家园热烈庆祝 他们更由衷的感谢政府的得意和关怀 这就是黄敬峰前老县长 1968年第六届台东县长任内时的画面 黄敬峰前老县长 1930年9月5号出生于台东市 幼年丧父 由母亲养育成人 家境清寒的日子 养成他勤俭刻苦 坚忍向上的精神 在求学过程都是拿第一名 不过不忍母亲为生活辛苦赚钱养家 因此决定辍学去工作赚钱供养母亲 他好学的精神 自己自修苦读 考上普考及高考 并第一名成绩考取加等特考 1957年姻缘际会 担任黄拓荣县长的基要秘书 由1968年当时38岁高票当选台东县第六届的县长 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台东县长 第七届连任 1970年先总统蒋中正特班特优县长奖章 同时也当选十大杰出青年 而当年红叶绍棒也出于他的任内 这支棒球队虽然环境非常艰苦 在乡级、县级及全省的各项组织中 一再地获得胜利 台东县长黄敬峰和一长蒋胜爱 对于红叶棒球队优异的表现表示非常的欣慰 彻底前往红叶村访问 并且还到红叶国校慰问胜利归来的棒球队队 积极推动北南大郡 进水口水利工程当时就耗资了1200万元 让农民不用担心农田灌溉的问题 众人诚恳踏实 做事积极认真 是大家公认青年的好县长 因此在连任任期未满 1976年被讲雇总统金国先生赏识容身 沈粮食局长 现在的政府库存粮有92万吨 距离我们的安全存粮50万吨 还是超出四十几万吨 由于世界性的粮食缺乏还是非常的严重 所以国际民交还是在继续上升 我们继续再加强库存粮的外交 来确保我们库存粮的民族的良好 当时刚考上公务人员的县府人事处长林聪南 以及和黄前县长有50年以上的好友 前议会秘书林保 都称赞黄老县长是全台湾最好的县长 当时这个提名是非常慎重的 他不是排第一名的 据说是排第三名 但是老县长 我们这给老总统 蒋公 蒋介石老总统 他来台东选手 他一翻他的抽屉 他的东西排得非常整齐 所以他观察 这个人做事情非常仔细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是孝子 他初中毕业 因为家里清函没法再念书了 就直接就业了 可是在就业当中很快的 靠起了铺考 靠起了高考 一路这样上升 在我今天所了解的 当今的政坛丹东 他可以说是个小巨人 曾经当今有师大基督七年 台东县长任务 大家认为他是非常青年 到现在有位置都会怀念他 而且他是多才多艺 小学这种全班的第一名 能够唱歌 当班长 能够唱歌 能够指挥大家 从小就看出他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一个领袖人物 一直到他成长 这一路上他非常很艰苦 可以说今天可以做我们 公务人员的一个模范 我们记得六十一年我当进来 先政府当公务人员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黄浅县长 在第一次接见我们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们 公务人员的一些基本的道理 而且我们都知道黄浅县县长 是一项非常踏实的 跟现在我们的面科科研 有一些的科研 有一些的业务呢 他都在交办的时候 他都请教秘书呢 事先都跟我们做一个协调商量 所以他的做法是非常平易近人的 而且呢 因为他是从小就是很辛苦的苦学出生 而且是高好几个人 所以我们知道呢 黄浅县县长做事情 都是一项非常的踏实 很认真 那时候当科研呢 虽然没有很多的机会 跟县长呢 直接面对面跟接触呢 聆听他的一个启示跟教诲 但是我们那时候都 心里面都感受到 我们那时候真的有一位很好的县长 黄浅峰前老县长 在上个月3月11号在台北的家慈市 享年83岁 5号在台北公祭 东台新闻陈敬夜台东市报导